外面的雨居然还在下 没关系 看来很快就会停了 跟我走吧 你今天要帮我砍树 可是外面还在下雨啊 这点毛毛雨算什么 赶快拿上工具 喂 你什么档次敢跟我用一样的 你的工具是这个 啊 怎么是把小斧头 别挑三拣四 要不是我收留你 你早就成为那怪物的盘中餐了 强 强哥 您别生气 行了 跟景点 看来今天要在雨中动过了 就在这附近动工吧 等下砍树的声音会引来一些东西 这个给你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去看 会 会引来什么 先不管了 把火把拿在手里 感觉好温暖 行了 赶紧去砍树吧 我去 又是昨晚的怪物 不是告诉你不要管吗 我 你的任务是一组木头 敢偷懒 晚上你就留在狗熊岭吧 看来正如光头墙所说 我还是认真砍树吧 天终于晴了 喂 小子你砍多少木头了 我只有17个 什么 一晚上才砍了17块 是的 都给你 哎 算了 苍蝇再小也是肉 不过你最好多给我练习练习 我可不养饭桶 我会的强哥 谁啊 不知道你强哥正在忙 光头强 我木头呢 李 爱原来是李老板啊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你少给我拍马屁 这个月的木头什么时候交货 工资还想不想要 别急 李老板 我这就给您送去 最好给我快点 您已经欠了我好多木头 再不给我就滚蛋 您就放心吧 该死的李八皮敢挂我电话 那现在怎么办 真是越想越气 除了会扣工资 他还会干啥 算了 你就在这儿老实继续砍树 记住一定不要乱跑 我去给这李八皮送去木头 放心吧 强哥 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的任务 哦 对了 如果在丛林见到熊二 一定不要吃他给的肉 否则我也就不了你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还算了 继续砍树吧 这个该死的李八皮 有朝一日 我一定踩他头上 奶奶个腿的出发 你强哥的车技 还是依旧那么犀利 我雷格斗 真怕强哥出车祸啊 趁他不在 我要好好表现 否则晚上就无家可归了 什么声音 是我听错了吗 什么也没啊 是 是狗熊 原来是熊二 他在摘蜂蜜 我还是别打扰他为好 万一伤害我就完了 不好被他看见了 喂 你是谁为什么砍树 我 我是树兰 是光头墙 让我砍树的 原来是这样 你别害怕给你苹果 哦 谢谢你 树兰 你一定也很喜欢吃肉吧 吃 肉 哦 不了我现在还不饿 好吧 哎呀 走了 记住光头墙不是什么好人 差点就要吃肉了 幸好熊二对我没有敌意 不过刚才 他说光头墙不是好人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狗熊领一定没那么简单 我要先生存下去 继续砍树吧 等光头墙回来问问他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